集百花精粹 酿人间穷浆 风儿不食人间仓 玉露为酒花为凉 作蜜不芒采花芒 蜜成油带百花香 这是杨万里在风儿诗中对于蜜蜂的描绘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美丽的唐布拉达草原 蜜蜂们逆香而行 再次飞往那熟悉的征程 受特殊的地理构造和气候环境的影响 生长在这里的植物都具有耐旱 耐寒 烫紫外线等特点 并赋予了极强的生命力 与独特的药用价值和保健作用 为黑蜂的繁衍提供了良好的栖息地 从而形成潜力巨大的黑蜂蜜蜜圆优势 良好的蜜圆环境保证了蜂蜜的优良品质 也使得从植被开始到彩蜜工序的整条产蜜脸 拥有纯天然无污染 预测健康的条件 与健康为伴 与美味为友 将幸福甜蜜送到每一位消费者心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